我們的小草真的是很讓人家感動 事實上在之前那個七十天北檢前面 那個你看那個從一早就很多的小草 坐在北檢那個那個前面 中午大概七十個小時 到晚上七十個小時 很多都是不走的 到最後那個那一刻那個柯文哲走出來 那一刻那個就是有一千多人 那已經是凌晨凌晨的時間點 有多少人在那一邊 那昨天更讓人家感動了 昨天小草們 你看從那個中山北路 就紀蘭路是從中山南路這邊 一直綿延綿延過去 一直到臨聲南路口 我想至少應該是一萬多人應該有 大概是兩萬人 那更多的是線上的 你看那個線上有好幾個直播組 那個我覺得大概有大概十五萬 大概是走不掉 那小草為什麼為什麼出來 一定是這段時間 他們都看不下去 他們不只是打電話 然後留言 他們就是一直在講就是說 第一個這個不單純是柯文哲 一個人的問題 這段時間臺灣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程序也不正義 然後更離譜了 就是這段時間 你們一直出現太多那種偵查不公開 當剛剛我們在討論一千五百萬 一千五這個事情 我提醒大家一下 第一天的報導寫一千五百萬 同樣媒體 那第二天他把它改成什麼 他把那個萬年自己就刪掉了 那就剛剛鳳姐講的 你沒有把握的時候 你怎麼會放這樣一個消息出來 你明明就是上面一個一千五 你為什麼把萬根圓把他把他把他寫上去 那更離譜了 他想一下不是就一千五之前是不是有一個七百 一個幾百 一百七七百 還有一百七 一百七的時候後來是怎麼樣 北檢那時候做了一個什麼動作 我連續在記者會上問了三次 北檢不會啊 他發了一個聲明啊 他講了兩件事情 第一個他說他沒有洩漏消息 第二個他們說這個媒體也沒有來跟他們求證 那昨天今天這個這個就更直接了 我們現在爭著看 你要自清你說你要去查 那這個記者已經講了 他養線養了七年 誰跟他誰跟他誰跟他洩命了 這裡面最嚴重的是什麼 柯文哲那個誰聲碟聲在哪裡 不是北檢你手上嗎 北檢沒有講會跑會跑出這個一千五來嗎 誰一千五出去 然後還天流加速把萬元把它填上去 這不是只有你今天發一個聲明喔 你要清楚交代誰聲碟在你北檢的手上 為什麼會出現這一千五 上面寫什麼小審 這個人一定要這個事情一定要清清楚楚交代 那現在不是只有小草整個出來 我剛剛講過了 小草昨天只是一個集結一個怒火 我們抗議司法不公 或部分的媒體變成黨檢或黨國 新的黨國一體了 破壞我們整個台灣人的這個人錢 不是柯文哲一個人 整個台灣人的民主法制跟人錢受到傷害了 然後現在台北以後 不是只有台中跟台南 我們現在是各地遍地開發 我們在同時要請喬草 就是保重身體的同時 然後自己注意自己的心情 把自己顧好 因為每個下午都非常重要的同時 我們現在是遍地讓大家可以有不平的地方 我們同時來講 然後不是只有台北台中跟高雄 每個縣市都開 連禮拜六的下午我在嘉義 我負責嘉義縣市跟雲林彰化 我在嘉義就辦一場 就是說我們不是那種情情 不是像民進黨那種什麼 很情情激奮的 那不是 我們是坐下來講道理 把事情講清楚 昨天我們都特別謝謝 這段時間有多少人出來幫我們講話 文歉啊 連那麼有名的律師 平常不講話的理念主都出來講了 台灣是無罪推定 你現在讓柯文哲完全變成有罪推定了 整個法律的程序基本程序都沒有了 蔡正元對不對 太多太多那種專家學者 太多以前那種立法委員 剛剛講的國民黨 很多人都出來講話 就是因為看不下去嘛 現在不是只有小草看不下去 太多有志之士 正義的人都出來講話啦 現在不要變成說 民進黨覺得好像是什麼 民眾在鼓動這個群眾 是因為民眾看不下去 民眾才起來抗議 現在捍衛的不是只有柯文哲 現在是整個臺灣的民主法治 整個人錢的寶藏 主要說我一直在強調 司法的程序正義很重要 再強調一次 因為如果檢察官 可以不顧司法的程序正義 他今天可以對柯文哲 明天就可以對別人 甚至對民進黨 民進黨不要以為 這跟我無關 明天也沒有派系啊 到時候你不是這個當權派 也可能被用這樣的司法對待 所以為什麼不管是誰 他這個司法的程序很重要 所以我一直講說 你要激壓人 你要起訴人 你的證據一定要有嘛 你不能憑想像去激壓人 去激壓人 我當然我可以瞭解 檢察官啊 檢調啊 可能看眼睛看別人都是壞人 因為他是辦這個事 專門他就是要起訴你 他的功能就是起訴你嘛 所以看都是壞人 所以他就往最壞的地方去想 但不管你怎麼想 證據還是亡道